卓星国小校长田杨桥从布农族传统工艰的文化连接到现代版曲工艰的运动 成效卓著不仅战机标柄 更成功推动了三级版曲工教育运动 成为全国版曲工运动的重点学校 中华奥会的主席林宏道24号也率领台湾运动促进会的成员专程前来访市 也捐赠了10万块钱奖助金 协助学校培养版曲工国手 要参加2024年的奥运 透过影片了解卓星国小推广反曲工射箭运动的过程 以及培育训练选手的艰辛 同时也教出选手们征战国内外大小赛事亮眼的成绩单 而从头看到尾的中华奥会主席林宏道也频频点头肯定 卓星国小校长田杨桥推广反曲工射箭运动多年成绩斐然 不仅在华联南区顺利推动国中小到高中三级反曲工衔接教育 也成为全国反曲工运动重点学校 在体育署以及中华奥会反曲工单项运动计划的支持 聘任反曲工国手担任教练让选手们的训练以及养成也朝专业化来发展 目前来讲就是说要怎么去发展呢 就是我们多办一些比赛 增弃一点经费然后多办一些比赛 然后乡里面也办一些活动相关射箭的活动 这样的话这个队伍相信之下会比较多 然后呢比赛的机会 这个小朋友选手的舞台会比较多 自然而然他们的射箭技巧就会进步 中华奥会今年编列2400多万元 提供包括反曲工射箭 跆拳道等单项运动的推广训练经费 尤其反曲工射箭项目为台湾在各国际竞赛中夺牌实力雄厚 因此中华奥会主席林宏道今天更是专程来访试 陪同的林夫人也是台湾运动促进会干部 也特别在捐赠10万元奖助金 来协助学校培育未来的反曲工射箭国手 我们来捐10万 然后给我们学校 让我们的反应大大 这个运输会长期 也在帮助我们整个卓西的这些小朋友 那像物理治疗师 营养师 心理师 咨询师 那这些都会长期在资助我们这些小朋友来辅导他们 中华奥会主席林宏道与台湾运动促进会成员干部一行人 专程访试卓西国小反曲工射箭队 全校师生以及校队选手都12万分的欢迎以及感谢 除了展现平日训练情况 也带领奥会主席林宏道等一行人 体验反曲工运动互动热络 卓西国小推动反曲工射箭运动 选手们优异的表现 成功打响卓西乡布农族神射手的美名 尤其在乡长吕碧贤大力支持下 全乡就由无所小学成立反曲工校队来推广 这一次中华奥会主席林宏道专程来访市 鼓励小小选手们努力认真 未来在全球反曲工射箭大赛中 都能为台湾为布农族设下金牌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